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主题就是介绍明石原二郎 买股台湾的日本总督日俄战争的谍报大将 身为日本之民 始为赴台之魂 愿于始后化为赴国之魂 欢可正负我台民 这是一个历史的绘画图 同时其实在日本历史学界 已经有收集非常周全的明石原二郎 关系资料 这是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台湾史研究室所做的 本书编者教授 也送我们今天的郭双户先生 给他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等一下会请双户先生 来分享他所收集的相关的文史资料 我想我们就先请左龙兄来破题 为什么要谈明石原二郎呢 我想他是唯一一位买股于台湾之地 他的墓地目前仍然在三支签障了 怎么看待这位总督呢 其实我们几乎想陈臣 陈大庆 然后吴国珍 但是之前日本十几任总督 我们都不知道 也许知道尔一元太郎 华山之祭等等 但是其实明石原二郎 是最值得来做历史的 重新的诠释工作 来 左龙兄请破题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台湾的第七任总督 明石原二郎 那么要介绍这位总督的 其实他这个 明石先生他在生前 有非常非常有趣 然后有很多的传奇故事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 集中在他在担任 台湾总督的这个段落 那么他在1918年的6月6号 被派任作为第七任台湾总督 那其实在一个月之后 他才到台湾来上任 那他是台湾的这个总督当中 前期的总督当中 最后一任的五官总督 因为他下任之后 后面都是文官总督 那么到任之后 他十月份这个到任 那我刚才有提到 日本其实是非常讲求科学化 跟这个数据化 这个的统治的 所以到任之后 他有六次 六次寻访台湾各地 波大哥其实他的道论时间很短 在台湾时间 总共差不多一年三个月的时间 就整个台湾全省走透透六次 那么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 会不断不断提到1919年 因为1919年就是明石总督 他在任内 他述了很多很多的决定 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提到这个东南亚最大的这个日月潭发电所 那么这个水库跟发电所可以制造有十万千瓦的水 那当时的造价就高达了四千八百万这个日元 那等于现在目前大概是九百六十亿 那同时呢 有要为了要有这个发电所 他在1919年也责成这个高木有之 他也就是之前的台湾的传染病学专家 也是台湾医学校的校长 他来成立这个台湾电力诸事会社 因为他非常非常具有名望 所以明石要求他来成立这个台湾电力诸事会社 另外我们常常所知道所听到的这个加粮大菌 还有这个乌山头的水库 我们只知道八田与一 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背后批准这整项 这个上以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要到千亿的这个这么大规模的治水 其实促成者也是明石总督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另外这一张就是台湾 我们提到1908年纵冠线通 但是台湾除了这个所谓的三线之外 其实还有海线就是海外线 就从珠南到这个彰化去做交汇 那么这个这张照片是在1922年 1922年在通宵的虎头山 海岸线的开幕式的这个市场 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字 其实这个工就是铁轨的断面 铁轨断面就是这个工字 这当时台湾总督铁道局的标志 1918年也就是明石总督到任那一年 其实全世界发生 这个是个世界性的 不是只有日本或台湾 这个世界性的大事 就是我们所称的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 当时在一次大战快要结束那一年 然后造成了全世界 那个时候才有17亿人口 就有5000万人的死亡 那么台湾也有2.5万人死亡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件事 跟后来明石总督他过世有直接的关系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当时在我们这边学生 学校的学生去上课的时候 每个人上课就有点类似之前 我们那个SARS那段时间 都是要戴着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都戴着口罩 因为那个H1N1病毒实在太强了 那么明石总督在19 19年的5月2日 从日本开会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之后 他28号第二天他立刻就去东部做视察 所以他在短短的9天的时间之内 他造访了宜兰 花莲 台东 然后再赶到这个屏东 从屏东做重冠线回到台北 所以坦白讲也是很累 也是很累 所以他一回到台北之后 6月25号他就开始发病 高烧不退 那么曾经有到了将近 弥留之际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的家属就立刻在7月10号 坐着这一艘 各位看到这一艘船 这是在基隆靠岸的亚美利加湾 这艘船来台湾 那么但是他的生命力非常的强盛 所以过程当中非常 本来已经宣告说 这个大概已经不行了 就没想到他又复原了 复原了之后 因为他是一个 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行动派的人 所以他9月中旬奇迹事的复原之后 他又希望能够回到日本去参加10月份 所召开的这个大政的 这个陆军特别大演习 所以从10月13号 他搭乘杏农丸这艘船离开 从基隆离开 回到这个九州 结果在10月24号 他就病发脑溢血就死亡 那么11月3号的时候 依照他生前的遗言 他就站在我们目前的台北的林森公园 那个时候叫做台北三板桥墓园 那么为什么给各位看这张照片 因为这张照片跟等一下 我们郭前辈 他所谈论的事情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这个鸟居现在还在这个林森公园 可是后面的这一块 本来的石碑 后来下落不明 那么这一块石碑 跟我们的郭前辈 有着不解之缘 好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 日本总督明石云二郎 我再请教郭前辈前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这个节目一定是建构 国家认同 公共政策 人文素养文艺互行 我们这个节目 我跟其他节目不一样 历史记忆及文化在线 是台湾主权独立的最前线 我们要从历史记忆文化在线 掌握我们台湾人自己的话语权 历史文化的话语权 我要强调 等一下就会解释为什么 所以我们持续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们把历史文化教育 当做一种公民的通才教育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不断对话 每一部历史都现代史 是以我们当代人来诠释过去 但是历史也是永无休止的争论 因为牵涉到人的经验 人的史观 但是我们希望找出自己本土 扎根本土的历史观 台湾史观 我在请教郭双富之前 先请左隆兄简介一下 为什么今天邀请郭双富先生 他目前担任台中物丰大屯文化工作室 为什么 请他来 请 这个郭前辈 他可能是目前我们台湾民间最大的 这个历史文物的收藏家 而且他非常的 在这么多年当中 他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慷慨 那么很多的历史文物 他还不容易拿到了之后 他都捐给公家的单位做收藏 那么今天我们会请郭前辈来 是因为当时这个明史总督的这块 后面的这块石碑 建成之后这块石碑就消失了 突然因为那个时候 后来1949年 有人搬来这边 就直接在上面住了 住起来 那鸟居后来就成为 这个掉衣服的杆子 当我们重新要去 去整建这个临森公园的时候 这个石碑离奇的就失踪了 失踪之后 就跟我们国前辈 有很大的关系 好 贵先生 请您说过 请 因为我是算 当时对我们台湾历史 我很有趣 我讀很多我们台湾历史 我了解说 明秀总督 他是我们台湾 立即时代最关的那种冠 一般人的关键是说 落后整军 不是说死 然后会拿回到高雍庄 这是我们人的习惯 包括黑人 黑人以前有一个电子是根 根这个 根这个鸟屁就是苗塞黑人 被政府去美国 他也很像他的高雍 还有一部电子 日本电子 叫做梦兄 梦兄就是说 就是卫安妇 日本的卫安妇 去丹白做卫安妇 但是他死也要回去他们高雍做 你想说我有台湾历史 我了解说明秀是一个日本人 为什么他打拼买 他再交代他的最好的文官 就是哈淳宏 哈淳宏就是哈淳海南这个先生 说我死也要回家 装在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是做我们台湾的 我们最大的中官 他会泥 我 我知道这个故事嘛 所以说我那天堆到这些酒瓶 我没看到东西 我就决定说这些酒瓶来给我 我要买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开始 那就是我刚刚那天我开车 那是明国九十四年 我一天开车 我台北一个相众的朋友 相众的朋友 他就是一个乌鱼匠 乌鱼匠就是明秀的那东西 十四个公公公在签的时候 要求旧的这个先生 这个酒瓶是我们政府不爱的 都说过破 说过破就是要等一十 要等一十 这个先生他本身做民众 民众业的 他对这酒瓶来说 这酒瓶这么漂亮 那怎么要等一天打算 他就把他拖 说没有这酒瓶不能让我 刚刚那当时 台北的结尊 结尊的那些工地涉鱼 这个先生他有涉鱼 他就说没有这些酒瓶 你把他拜托去卡车 把他载去来鱼 就是现在龙山林那些旁边那些 结果这些酒瓶 我决定他买 我决定他买 我都没看到 然后电锻炼后 我就开车 开去找老先生 把他载去龙山林去看 我看一个驾到 那个酒瓶 二楼馆 看这么多瓶 他在基礎 基礎一堆十几堂 我看一个驾到 我说这么大瓶 我怎么有得到运转我们家 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我驾到 我常常驾到 我常常想到一个人 那当时我们文献官的官长 就是 就是 王金主老师 老公 老公 老官长 老官长 我之前打电 我跟他有事 我打电 就给他说 老官长 这些 明祖 完理隆的照片 送给我们国家 送给他 他说好 一直说好 说好 我现在要一大堆去栽 我现在看的就是龙山林 龙山林 我在栽培的时候 会状病 你看 你看后边那栽培的 那栽培 对 这栽培的就是 放十几年 他这时候 对十四月光纯 栽培 已经放十几年 十几年就是 这个 结雲的工地 人要脱了 跟老师说 你要磨掉了 不然 人要行五十八戚 老师很害怕 他刚才打电话 说要买 这栽培就是 我刚才买 刚才买 刚才买 来 你看后边一张 这是 我买完 我都 我刚才带去文兴館 在习的时候 就是 整大堆的栽培 我总共有 拖四拖 再完后 文兴館 刚才办一个 办一个议室 办一个议室 这个议室 保证有勘态 保证有勘态 就是 后边 这个故事比较有趣 保证有勘态 后 有一个日本教室 就是快山信夫 这个教室 他来我们台湾 看到这个保证 来 我先介绍这张 这张 我们看一张 这张就是 名租 他这个 他这个 蒙的那种酒店 这个酒店 是日本的 我们万兴的飞工酒 他关注是十四串 十四串 五串 所以这些酒店 是完全对日本 运过来的 这很大的工程 因为 明租他本身就是 台湾的双栋 这些酒店是对日本 运过来的 这张就是 这张就是 布座勘态 布座勘态的 情形 这就是 现在放在 文兴館 我们如果想要看 这个明租的酒店 就是去 去文兴館看 我们现在看这个 现在我 头前那个酒店 就勘态 到这里了 因为布座勘态 布座勘态 八九十岁了 还在 他拿去 明租的酒店 看台湾人 跟他们爸爸的 这个盟棺材 明租的酒店 很开心 把明租总独特 来台湾老的东西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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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给我们台湾 刚才那时候 我们 十八宾馆 刚才要徵修 要徵修 那个盟棺材是林曼宏 林盟棺 林盟棺 他去我们家 我有识 他去我们家 跟他说 曾经跟他说 那个 冰棺要修理 那个盟棺 很多米 很多火都掉了 他们没法修理 结果明租 关台湾的资料 刚刚有冰棺的商品 差不多有十八丁 结果 真的 那个盟棺材 从这里去修理冰棺 这是明租 就在我 来我手机 刚才发生这些事 你可以介绍你秋冬的那本厕不 明租的 有关系资料 来 请 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厕 他才是明租的管理 都关系资料 这就是明租 他们女孩关出来的栋檔案 总共有十八丁 十八丁就是有立旗 还有送品 还有明租的证书 这些资料 我现在都在中间台湾 他们保障 要给我们的事员 那个桶案而已 桶案就是我一部分我有 所以我这次我用的照片是 都明租 先师做中特期的照片 都最清的 来 好 好 为什么我特别邀请这个郭双富先生 以及这个明伟跟佐隆来谈 明石元二郎 1895年到1945年 可不能像过去国民党教育 就像马赛克 那个磁砍把它挖掉了 我把它捡起来 重新镶上去 马赛克 这个笔已经说明一切了 不需要解释了 我曾经到这个新竹县的石头山 很多庙宇 我特别注意到 可能是1945 这个政权转换 很多的庙宇就把它刮掉 但看还写大政 没有刮干净 大政刮刮变成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二几年 或中华民国十几年 我觉得看得很不舒服 大政就大政 中华民国就中华民国 就相在上面就好了 明石元二郎 我们上礼拜谈不够了 日月谈 这个火力或是电力发电厂 是谁盖的吗 是谁下令的 就明石元二郎 可不是陈城或陈大庆 或黄杰 或者流民船 如果选择敌 可怕有人还选流民船 还以为是或是陈城 就是明石元二郎 所以很多陆课 中国观光课 你到日月谈去的时候 这可是你们最讨厌的 日本人盖的 我们要救世论识 要想救世论识 1895年到1945年 是台湾历史不可分割的 一个事实存在 我们重新建构 梅野兄也是我常说 他到瑞士读 一流的餐旅管理学院 没有去五星级方面做总经理 他撩下去做下去 做文史工作者 他成就会超过五星级旅馆的总经理 未来无可限量 他也有研究明石的历史 原来在日月战争的时候 明石元南是日本派驻欧洲的武官 在那时候扮演一个情报官员 军事武官收集情知的 对日月战争有很大的转变跟贡献 来请 明卫 我们在做《逊风记刊》的时候 一直抱持一个想法就是 历史不一定要那么沉重 历史可以用一个 比较现在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表达 今天台湾民始总督 我觉得他应该是台湾所有总督 里面人生最曲折离奇的 最多传奇的一个人 除了他生前之外 他连死后 刚刚郭前辈介绍的 连死后都非常的离奇 我今天想要讲一些 比较一般在史书上面 比较没有记载的 关于明石元南的事情 在讲它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蛮有趣的 这张地图特别写 它叫《滑稽的欧亚外交地图》 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画的 在这张世界地图里面 最明显的就是一只TACO 一只叫做路西亚的章鱼 路西亚就是日文的俄罗斯 俄罗斯是世界最面积最大的国家 所以你看他非常大 然后他有八爪 很多爪就是抓著中国 然后抓著欧洲各国 那在最旁边一个很小的国家 那个日本 对着那个大陆这边开枪 那在他相对的位置 有一个跟他一样小的叫英国 也是一样在对欧洲大陆开炮 那他用一样的颜色来表达 有一个意涵在 因为当时是日英同盟 就是在那个热战争发生之前 那在热战争之前 世界局势都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个俄罗斯透过他的军事力量 前置了很多 包括中亚也好 东欧也好的很多国家 被他前置住了 包括中国也 清国也是一样 那日英两国想要打破这个局面 因为当时英国跟俄罗斯在中亚南亚这边进行一个 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博弈的一个外交的一个 怎么讲一个竞争 所以日英就达成同盟 所以这大概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个日日开战之前的局势 那明史总督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里有一个从日本的防卫省 那个我们取得的一个资料 这个是明史总督 当时他还是大佐 他这里有写他是陆军大佐 明史元尔朗 他在俄罗斯的日记 这个是战后他写的 日日战争之后他写的 那这个标题很有趣 叫做路西亚的历史 然后叫做基民狗盗记 他把自己那一段潜伏在欧洲的那一段生涯 叫做基民狗盗日记这样子 那这次当中呢 就有他很多当时关于俄罗斯在地 欧洲在地的一些观察 他把他全部做了成像一个回忆录 要把他写下来 留在日本的防卫省 那今天要谈这一段呢 主要是要谈到明史总督 这个人 他其实跟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电影人物 叫James Bond 007这个人 其实是有关系的 虽然年代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要讲James Bond 007之前要讲这个人 这个人是英国的一个王牌间谍 叫做Sinney Riley 他当时被称为S of Spy 就是王牌的间谍 那个间谍里面的S 王牌这样子 那这个人在欧洲那时候 已经非常有名 他作为情报员的身份 那明史总督 当时还是一个陆军大佐 他潜伏在欧洲的时候 他主动去 在俄罗斯的时候 他主动去接触 这个Sinney Riley 这个人 当时他们都在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当时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 所以他们那边是一个情报中心 那Sinney Riley这个人呢 他其实讲白一点 他就是爱钱而已 他其实对国家没有什么忠诚度 他很爱钱 所以明史总督觉得他这种情报员 用钱能够收买的情报员是最好的情报员 因为他不会因为自己的 比如说国族的情感 还是什么样偏好 就背叛了这个 他的业主这样子 所以他就收买了他 明史就收买了 这个Sinney Riley这个人 那Sinney这个人 就来为日本政府做事 同时也为英国做事 那被收编了之后 Sinney这个人他就来到了中国的 当时是算俄罗斯的旅顺港 旅顺港当时候是俄罗斯的舰队的一个基地 那他在这边执服了四年 就住了四年 那他不能说他是情报员 他就化身成一个木材店的老板 变成商人 来住在旅顺港 住了四年 那在这四年当中 他当然不是为了要做生意 他是为了要窃取情报 所以他在后来就窃取了俄罗斯 整个旅顺港的军事部署的一个地图 把这个东西交给了日本的海军 那日本海军就藉由这个 或许大家有在那个司马辽太郎 这个《板上之云》里面有看过 日俄战争爆发是因为日军去突袭 骑袭这个旅顺港 所以就爆发日俄战争 那日军就根据他提供的这个情报资料 在夜晚摸黑去偷袭了旅顺港 虽然没有说真正的成功 但是他的帮助非常大 那后来呢 这个辛尼这个人 他就因为东窗事发被俄罗斯盯上 他就赶快逃离旅顺 逃回欧洲去 那因为他的语言天分非常的好 然后情报工作也非常有天才 所以他就各国争相要邀请他 要去希望可以聘用他来当情报员 那他的故事就流传下来 后来成为在1970年代 英国电影这个007系列 这个作者在写 James Bond这个人的时候 其中一个参考的灵感来源 就是用Cinni Wright这个人 原来如此 不知道这位瑞丽是不是 对美女也是非常喜欢 还是后来这个剧作家自己编的 毛你考证一下 这个是我蛮好奇的 我经常讲的故事 很兴许我再讲一次 在二战之前一位法国历史家 赫赫有名叫Mark Bloch 一般人不认识他的 他在法国人选以后 参加抗纳粹的法国游击队 当然被逮捕了 他在监狱里面没有笔 用木炭 用木炭写 写下一本书 叫做历史家的记忆 Historian Craft 一般换做公益 我换做历史家记忆 他里面就有一句话 他说我个历史家 做什么任务 不是我在说 是历史在说 说对了 我从他的这句话 得到非常大的喜发 我们这个节目 我是邀请不同层面的民间学者 当然有很多在学校任教的 不是我们在说了 是历史透过我们在说 我们要建构我们台湾人的话语圈 虽然这位Mark Brock 后来在巴黎解放前夕 事实上被枪决了 但是他留下这部经典 我们也不过是延续他那种精神 那耿介坚持精神 臨死不屈留下记录 我们民事是用眼睛看台湾 用眼睛看台湾历史 我们是用灵魂来重新看台湾历史 用灵魂 历史加的记忆 不是我在说 是历史在说 当然 因为这样子我们公平对待 过去台湾任何外来政权统治者 或本土任何都一体对待 我们是重新建构那个马赛克 已经过去被图抹的马赛克 把它重新镶上去 我们第二段要请教各位 民事员狼他 他可以买股 买股何须商子弟 东乡平巴拉郎说的 一首诗 人间到处有青山 他买股台湾 人间到处有青山 从日热战争到欧洲谍报战 到最后归谷于 古人说田恒之岛 归谷于 福尔摩沙 这个岛椅一定有它的道理 来 佐隆请分享 好 我们刚才上一段 有提到民事员二郎总督 他任内他批准了 或是他支持了很多的计划 那都是跟建设相关 接下来我要让各位了解到说 他所批准的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跟建设的硬体 影响了台湾的教育 还有很多的典章制度 各位看到 这个是 这边很清楚上面写着 台湾总督府 台北高等商业学校 这个校门 也就是这个 民事总督在一九一九年 他重新发布了台湾教育令 那这个台湾教育令当中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是 在台湾各地 除了这些一般科的高等学校之外 普遍去成立一些 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讲叫做 技职学校 就是职业学校 包括农林专门学校 或者工业专门学校 这一类 那另外还有 这个其实在当时而言 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同样在一九一九年 他又颁布了台湾森林令 那台湾这个是各位看到 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台湾博览会当中 对于台湾的这个森林农林 随土保持 然后造林大云木伐 的一些近代的环保观念 也在一九一九年的 台湾森林里面当中出现 还有那么就是司法 胡大哥节目当中 有很多的司法改革 一九一九年同样的 司法审判改革 所以让台湾的这个司法制度 从二审转成三审制度 这些都是 刚才胡大哥提到 一个很好的问题说 他为什么没有在日本这个买股 然后要执意要买股在台湾 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很特殊的现象 因为我跟日本的交往还蛮密切的 通常日本人过世不像 人家没在做起来 就是什么七七 甚至还有七七四十九天 没有通常大概在三天左右就下葬 所以民事总督我刚才提到 他在一九一九年的十月二十四号 在福岗过世 理论上他应该就要下葬 但是他还是把遗体运回来 那是因为他生前的遗院 他告诉他的这个民政长官 就是夏春宏 说他如果过世的话 他希望能够买股在台湾 我要问为什么 我们一定会后人会问为什么 一百年以后 今年也是一战终结的一百周年 2018 1918 1919 对 整整将近一百年前 为什么 民事总督他原先的身份是军人 他最后是陆军大将 对他而言台湾就是他的战场 军人最好的归这个买股之地 其实就是战场 所以对他而言 他对台湾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理想 他甚至告诉他旁边人说 他希望他至少这一任能够做十年 他希望再更加的加速台湾的现代化 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个 他没有完成的一个愿望 所以他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台湾首付台湾 刚才所提到日本通常三天左右就已经下葬 但是他这个十月十一号 他的遗体回来台湾 那么那是因为他交代过他的这个总务长官夏春宏说 他务必买股于台湾这件事情 那么我个人手上有一张这个民事总督 他的遗体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灵鹫的这个马车 然后经过目前的这个襄阳路 前面就是管权路 襄阳路 就是台湾这228公里前面的一个镜头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条就是管权路是不是 是 就是管权路那个方向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一个这个 他的灵鹫旧旁边的这些士兵 他们的枪支 士兵当然要背着枪支 枪支都是往下枪口是往下 这是欧洲的传统 葬礼 葬礼 欧洲传统 在我去收集这些文物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文物自己会来找你 你要去收集你不见得收集得到 我只有那一张 但是我发现他原来是四张 原来一套有四张 这个是杨国夫先生 后面的三张就是杨国夫先生提供给我 那十月三号在夏春宏的主持之下 大概台湾各界有一千人去参加他的葬礼 所以刚才看到整个枪口 都是下降的一个状态 那灵鹫还有后面的神官 因为神社 神官 经过管前路的那个尽头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整个大会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说仪式的市场 这个地方 那因为明石他那时候还升兼了 台湾军的司令官 所以当时台湾步兵第一连队 台湾步兵第一连队 其实就在目前的东门那个营区 也一起来参加他的葬礼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两旁 参加葬礼的人 事实上已经上千位 在这个地方 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我的看法 在这个市场的中央 当然 当然最重要就是 这一个仪式的场所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仪式的场所 我那时候一直想说 这是拿台湾哪一个神社 后来问了很多的台湾神社控 结果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大家都不知道 最后根据旁边这一栋 这个是在那个台北医院 就是那个目前台大医院 他的皮肤科诊所的屋顶 相对是去比对 发现这一个场所居然是在 台北宾馆里面 也就是总督官邸里面 各位 从他去世到做这个仪式 这一个建筑只花了八天的时间完成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完成的 这个完整的状态 其实这也充分表现出 日本工匠作为一个职业 他这是professional 专业人员他的骄傲 这个完全看起来 我们现在的大部棚 完全是两码子是一看就觉得很像是 这个固定式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讨论 民事总督 其实我觉得真正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青山甲先生他所画的这个画作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神态 我觉得不论你是从哪里来 不论你是什么时候来 只要你认同台湾 那你就是台湾人 当民事袁二郎是日本派驻欧洲的武官的时候 日俄战争的联合舰队司令东湘琵琶琶琶琶琶 我记得我好像是初中在报上את 读到东湙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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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琶 我记得到现在 那个时代的有志器的军人 拓芳者 也可以说殖民者 都有这种精神 然而立志初相关 学不成民 事不凡 买股 何须 伤子 地 人间到处有金山 明识东湘这样子 那就请教 我们当代的台湾人 我们的军人 或公务员 或有志器的民间人是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志气的 美国 因为马赛朱塞 做一个农业大学的教授 叫威廉·克拉克 他受黑田青龙 别海拓到开拓时的邀请 你来帮我们开拓学校 克拉克教授很坚持 我来开拓杂访农校 要照我美国游戏规则 要按照基督教仪式 按照黑田都可以 不要忘了那时还是朗仪论 好 可以 威廉·克拉克教授 在杂访农校待一年多 就像明时在台湾待一年多而已 当学生送他到 要离开杂访农 海港的时候 他突然手一挥 对学生说 Boys be ambitious 你看 文武 不同的族群国籍 都影响 不是当代 影响到现代 我很希望用 Boys be ambitious 这句话 其免我们台湾年轻人 请你到北海道的时候 不要只到洞爷府去 不要只去看 你们薰衣草 那个杜鸡那一块 叫薰衣草 陀杂那一块 请到北海道大学 去看威廉·克拉克留下的典范 还有个雕像 我去我是九十度三鞠躬 这位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开拓者 贵先生 我相信你有很多故事 要分享 请 因为明秀总统 他这些资料 对我们台湾最接受影响 就是说 他是一个最关键的 我们行政官 所以他生活变的资料 一定是最好的 他还明秀是台湾七年八年 七年八年 我们台湾总统副 尤其现在这间总统副 刚刚卡好而已 明秀在这些资料里面 但是送品有差不多 两百公司超过 两百公司超过 冰冠有差不多五六十公司 两百公司里面 明秀出品的我对我 我看那都是保里平 我自己有理想送送品 那都是保里平充的 很清很明 我因为算说 我们接木地嘛 所以说我拿几个地方 来给大家欣赏 来 你看看这张 这张是十八边关 十八边关就是 以前的我们总统 总统的我们冠冠 总统就是算说 下半就是去那里睡 所以说 他这个 他这个 他一直 福冠 这边那个总统办好 他要用纯纯返回来的过篮 过篮到纯返回来的台北市 他整一桌的我们照片都有博 我今天我有拿两张 来给大家看一张 我们看这张 这张我跟大家介绍这张 这张就是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所在就是 我们现在十四个公园 十四个公园 日本时代叫做 三班球 共同梦 这是三班球共同梦 就是一个 共同都可以做的梦 明祝的梦就是在这里 旁边这个 孩子这个是明祝的团 老师 叫做明祝完小 这个是他的团公主 这个梦 梦那个既酒 刚才那个既酒就是 猜在梦中这支 中这支 茶这支 现在这是临时的 这个是茶 茶做的 要是种在这里 来 你再看 其实你记一台 超好十四年 日本人有出两份明祝的 我们的记录 就是这两份 这两份是超好十四年出版的 其实超好 我们台湾做多数 也有出一张 出一张 我们的记录 记录这个族家是什么 是黄土醉仙丝 我们台湾最好的 我们教授黄土醉仙丝 好 来 这个就是黄土醉仙丝 这个 这边这个 这边就是黄土醉仙丝 再来 明祝仙丝它本身是母乡 它没那么多位 很多的我们风景 它最后位是担摩 这个担摩就是明祝的 这边就很出名 这边就是明祝 上海这个仙丝 这个仙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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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因为我们 发电筹落成那时候 的那种筋 那种图路 这边我也有 好 这都是你收集的吗 都是我收集的 请教我 你有生于这个 大屯文化工作室 就对外有在做电筹 还是 邀請一些学生来做交流 我都是 我都是帮忙我们国家 中央研究院 还是文映館 你看中央研究院 台湾市研究所 他们几天不锁定 我都很好的朋友 我直接都是跟学室界 我帮忙 如果学室界 我是都不在 我都公开帮忙 不在收集 电筹都是我帮忙的 不是做营业 我这不营业 我自己处理而已 非常感谢 其实透过佐隆先生的介绍 我们未来会邀请更多 我们希望海内外台湾人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史料 可以分享的话 这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我要不断的提出这句话 历史记忆及文化在线 是台湾主权独立在最前线 历史记忆跟文化在线 是台湾主权独立 建政最前线 这是我们的建议 絕對怕事没退 絕對建议到地 我跟佐隆先生说 你要跟我一样 我要主持到 马哈地九十二 要再主持 他说好 奉陪 明伟兄也是一位 非常好的文史工作者 他今天提个论述 几乎翻转大家观念 伊藤博文 他有一张照片伊藤博文 日本的首任首相 就是自信以后的首任首相 伊藤博文 一般我们认为是被 安崇根所暗杀的 但是他提出论述 請问安全带 先把这个绑好一下 他说是明史介入的 有可能吗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可能吗 谈这个话题之前 我想先讲一下 明史袁二郎 他身为日本人 死后变成台湾人 但是他其实更是一个世界人 他其实是一个国际人 他在欧洲的经历 然后他又曾经在朝鲜待过 我们要了解明史这个人之前 我们要先有一个认识 就是明史的骨子里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谍报员 他一生都是一个谍报员 容我查一下 他在朝鲜对当地人 是相当很镇压态度 对 为什么到台湾 反而比较怀柔 为什么不同呢 明史在朝鲜扮演角色的导播是总督 他是宪兵队指挥官 那宪兵队在日本是一个情报单位 其实就是军情单位 那明史除了我们表现 表面上看到的身份之外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他是悬崖社的社员 那讲这个东西之前 我要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一个论点其实是 日本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一个阴谋论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历史作家写的 他叫做鬼种营召 他在这本书里面叫日本真正的黑幕 这本书里面讲到一段提到说 伊藤伯文这个人 我们就我们所知都是他在哈尔滨 被一个朝鲜人叫安从根拿手枪暗杀的 但是他提出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论述 引用非常多的史料提出一个论述说 其实真正的幕后的凶手是明史元二郎 那我们来看一下伊藤伯文 他长这个样子 他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之后的第一任的首相 那他是山口县人就是长州藩的人 那以前是那个吉田松英的那个学生 那这个就是安从根一般正史里面讲到的 杀死伊藤伯文的这个凶手 韩国的民族英雄 他到现在还有被立碑纪念 那我刚刚讲到悬崖悬崖悬崖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一个秘密结社 其实就是一个右翼的团体 日本史上第一个国家主义的一个右翼团体 那在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负责悬崖悬崖社的一个经济来源的 精脉的人物叫做三三茂碗 这个人非常重要 他跟台湾的关系太密切了 他其实他是明史元二郎也好 后腾新品也好 然后俄远太郎也好 幕後的真正的一個參謀就是他 宣揚社的這個三三茂丸 那他對台灣的唐業的發展 台灣銀行的設立等等 都有舉足輕重的一個關鍵性的地位 那宣揚社這個組織真正的頭目首領 就是頭三滿 這個人在日本近代史幾乎變成一個禁忌 不能被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他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頭三滿跟一些我們很熟悉的人物拍過照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偉大的空一格的孫中山先生 他在這邊 因為孫中山當初在搞革命之前 得到日本非常大的幫助 那其中出最多力的人也好錢也好 就是宣揚社 宣揚社我們都很知道 我們都背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那其實這七十二烈士裡面有很多是日本人 這七十二個烈士裡面 其實有很多就是宣揚社派過去的大陸讓人 那只是我們後來都被掩蓋了 那另外一張也是我們很熟的一位長輩 也是空一格的蔣介石先生 你看他旁邊頭三滿站在這裡 那中間這裡是全養役 後來也當過日本首相的 那蔣介石站在那個旁邊 他穿著長袍馬褂一樣 所以這兩個孫文也好 蔣介石也好 其實都是黃民 他們其實都是黃民 他們都是非常親日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西安事變 為什麼張學良要抓蔣介石 因為蔣介石不想跟日本開戰 那剛剛回到明史約翰朗 因為明史約翰當時在朝鮮擔任 憲兵隊的指揮官 在哈爾濱那個車站 當時的安全是由俄羅斯的軍隊來負責的 那只有明史 他才有這個可能性 去買通這些俄羅斯的這些軍人 然後讓後來有經過一些文獻的證明說 當時他被打到 伊藤伯文被打到的子彈其實不是手槍 而是步槍 所以這個剛剛那個鬼總英招 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 那這個錢從哪裡來 這個也跟台灣有關 這個叫大谷光銳 京都西本院是第二十二代的法族 他有一間別墅還留在高雄 現在還留著叫逍遙園 錢有可能是從他這邊來的 根據這個鬼總的說法 那最後這張照片 彩色照片 這個是明史元宇良的孫子 長孫叫明史元少 他的明史的長子叫明史元長 在1949年的時候曾經跟根本博偷渡來台灣 擔任國民黨的軍事顧問 那這是蔣介石聘他們來的 那這個明史元少跟現在的天皇 明仁是學習院的同學 明仁天皇前一陣子去琉球 去沖繩最後一次的訪問的時候 曾經跟明史元少說他想要看一下台灣 那這個消息就從明史元少的口中 向媒體透露 只是說後來天皇並沒有看到台灣 要知道孫中山先生跟日本人關係 有一本書請各位拜讀 宮崎滔天所寫的 他本名叫宮崎迎藏 他有個哥哥叫宮崎巴郎 還參加這個西鄉隆盛的西南戰爭 所以其實下一次如果有人指控說 談日本歷史 談日本文化 或談台灣的日本時代史 就是親日的話 明仁兄 請把蔣介石跟孫中山 跟陀山滿的照片就秀出來就好了 把你摳鼻一份給他好了 就秀給他們看 請回答 對不對 最簡單 我要請教你 因為我明史介入 益藏博文的支持一定要有動機 有可能嗎 動機是什麼 來 明仁兄 你解釋好不好 其實根據鬼總英招 他最大的提出一個論述 他最大的動機就是因為 璇洋社是積極主張要征服朝鮮跟滿洲的 而伊藤博文是溫和派 所以這個就是在政治上面要併吞朝鮮跟滿洲的 這個利益是相衝突的 好 我可以理解 這跟甘乃迪家族非常好的歷史家叫石勒辛格 我們知道甘乃迪到底誰殺到現在不知道 有人說是俄國下令 有人說是卡斯污下令 有人說是美國CIA自己下令的 不知道 所以這個石勒辛格來講一句話 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 明仁兄丟個問題讓我們爭論下去 好 最後還是大家回歸正典 這是台灣人自己所寫的 明時元二郎的傳記 我就把這本書作為延伸月子之用 我要特別向三位致敬 重新建構台灣史 明時元二郎日二戰爭的重要工程之一 台灣第七任日本總督 是唯一一位任內逝世仗於台灣的總督 更是歷任總督中最受後人推崇 評價最高一位史前的遺言是 願於死後人成為護國之魂 歡可正護國台名 兩講都服贈啊 服贈還要簽贈 那誰比較愛台灣呢 自己判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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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